炸排骨 卤肉饭 卖卖的台湾美食 过去这周末台湾季台湾FESTA 在日本东京戴戴木公园登场 只是往前走一点点 这个饭售烤香肠和糖葫芦的摊位 大大的台湾两个字 中间竟然夹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旗 对照不远处的大会活动主舞台 有大大的中华民国国旗 五星旗怎么会出现在摊位的招牌上 外交部应该重新的检讨这一次 活动合作的疲估的疏失 除了抗议之外也要提高警觉 警述查明主办单位是不是有遭到渗透 而翻开台湾FESTA活动海报主办单位 是该活动的执委会 共同主办单位是日本华商总会 赞助单位有很多 其中包括台湾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 以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也就是台日彼此注点的官方外交单位 我国驻日本代表处以要求活动主办单位 进行调查 了解原委及处置方式 并将据以评估未来是否将继续担任 该活动的后援单位 至于共同主办台湾记得 日本华商总会翻开他的官网 特别强调他是于1951年民国40年 在中华民国政府的辅导下成立 以促进发展国际贸易为主要目的 是日本现存少数具有历史的华侨团体之一 实际岳阳致电日本华商总会都没接听 外交部已要求我国驻外管处 未来担任各项活动后援单位时 应确实于事前掌握相关活动 以及文宣内容 类似情形不得再度发生 以及参与者回报的现象 整个会场大概还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意向为主 这一点是确定的 无星期净出现在台湾记 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自然不能接受 TVBS 五会 刘婷婷一台报道 TVBS 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